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也是一个通用的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好 第一个就是岗位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和它的一个风险 第二个就是作业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穿戴的劳动防护用品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很可能有危险因素 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相关安全要求和禁止事项 以及作业现场的应急要求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中的基本内容 其中应包括对设备设施 作业活动 作业环境 现场管理等 进行岗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一个要求 这给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是基本内容 是我们操作规程当中的一个基本内容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安全操作规程的使用对象是谁 它是谁啊 它主要是针对着我们一线的岗位作业人员 比如说我们的维修工 或者前面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板金工 是吧 它针对的是一线的岗位作业人员 前面我们也说过了 对于这个维修来说呢 我们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它的可能性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对于这种直接性的岗位安全操作规则 它的内容我们要求简洁通俗和清晰 说白了就是你不要给我写一些套话 和没有用的东西 那些东西呢 我看不懂我也看不明白 我也不想看 我看到的只是相关的操作规程 拿到这个操作规程 我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我在工作中我应该怎么干 我应该去干什么 对吧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是要以纸质版的 这个大家注意啊 不是说口头的啊 我传达一下你就可以了 不行 这个规程我们要求是纸质版发放到岗位人员手中的 一将规程的主要内容制成目视化的看板啊 展板啊 放置在作业现场 这个在平时工作场所我们其实都能看见的 我们平时墙上都会有挂这个展板的并组织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培训教育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内容 往下走 说新员工转赴岗人员以及四新 这个四新代表新工艺新装置新技术和新产品 这个四新大家得知道啊 拿四新 这些作业人员到岗作业之前进行赶完安全操作规程的培训教育后方可上岗 看见没 新员工赴岗的四新的上岗前 要进行培训 其他岗位作业人员因定期进行安全操作规程的一个再教育 以确保每个岗位作业人员熟悉并执行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这给大家看一下啊 四新你知道新工艺新装置新技术新产品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岗位规程啊 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你放在那编完了就编完了 你学完了就学完了 我们永远就用这一套 不是啊 对于这个岗位设备设施 还有我们作业活动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时候 我们要对这个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一个更新和修订 看见没 是更新和修订啊 这个关键词 那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车辆维修各工种的一个安全操作规程 首先第一个就是车辆维修基电维修工的这个操作规程 但这里面呢 对于它的操作过程啊 我们教材上写了很多 那我们不一一给大家念啊 有些东西呢 就是通俗易懂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比较需要各位同学去记忆的掌握的 那我们拿出来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零配件装配的时候 装配零配件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使用合适的工具或专用的工具 注意啊 你不能说我拿个锤子或者是用手拿块石头 直接去敲击这个零架是不可以的 所有零架拆卸要按顺序摆放整齐 第四个就是说在车辆上进行电工作业的时候 如没有必要不要触摸什么东西 电子控制部分的这个插针 它是比较敏感的啊 以防损坏电子元件 如需触摸必须佩戴什么呀 防静电的这个手套 连接或者断开系统中 任何一个电器元件之间的电器配件进行作业的时候 务必将什么 点火开关关闭 注意啊 务必将点火开关关闭 并拔掉电瓶附级的一个插头 避免造成控制元件的一个损坏 车内线路接头必须借牢 并用胶布包扎好 穿孔而过的线路要加橡胶胡套 第五个说蓄电池充电作业的时候 要保证室内通风良好 充电时应把蓄电池加一口打开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什么时候打开充电的时候 然后电解液温度不得超过多少度呢 是45度 还有就是这个电瓶充电的时候 我们要遵守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呀 也就是技术规程 叫两次充足啊 在充电过程中 要取出电瓶的时候 要怎么样 你不能说我充着充着 我要取出来就取出来不行 我们要先关闭点火开关 以免损坏什么充电器和蓄电池 往下第七个就是说 进行空调系统作业的时候 应在通风良好的处进行 制冷剂要尽量回收 添加处理制冷剂操作时 要戴护目镜 防止这个制冷剂 溅到眼睛里面 如果是不慎溅入的话 用冷水和20%的吸蓬酸 进行一个冲洗 用千斤领进行底盘作业的时候 这个是比较常规的 必须选择平坦坚实的场地 比如什么 三脚步将前后轮塞稳 然后用安全凳 按车型规定支撑点 将车辆支撑稳固 严谨单纯 就是严谨我只用这个千斤领 把车支起来那样不稳定 好吧 这是我们第一个 关于我们车辆 基电维修功道的操作规程 我们往下看看 第二个是关于我们车辆维修 板进宫的一个安全操作规程 对于板进宫来说 首先第一个 手锤起落 要注意锤头运动范围 那一个安全 操作中握锤的手 不准戴手套 为什么 防止滑脱 防止滑脱 在人多工作的地方 或者是工作台上 欠切作业的时候 应加挡板防止飞溅 商人 进行校正作业 或者使用车身校正台的时候 用正确夹持固定牵引 并使用合适的顶杆 拉锯 紧防 物降 弹跳 商人 第八个就是说 汗补油箱的时候 要放进燃油 这个是肯定的 如果说你里面的燃油不放进 你汗补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对吧 彻底清洗 确认无采油 敞开油箱盖 谨慎食汗 第十一个 进行养汗点火前 应先什么呀 先开乙缺气阀 然后再开氧气阀 这是点火的时候 先开乙缺 再开氧气 那等到熄火的时候 先关哪个氧 哪个先开 先关哪个 先关什么呀 先关乙缺气阀 发生回火现象是 迅速卡紧交罐 先关乙缺气阀 再关氧气阀 这是我们板金弓 然后还有喷漆弓 对吧 漆这个东西 我前面说过 在消防上来讲 漆是什么 假位的 对吧 它是假位的 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物质 因此对于这个喷漆工来说 它的要求可能会更严谨一点 首先第一个是说 对于喷漆工作的作业场地 严谨存放 易燃易爆这个物品 存放漆料地方和附近场地 施工场地严谨吸烟 难不能有火花呀 烟啊这些东西 本身它就是非常危险的 不准到火柴 打火机和其他火种 进入上述现场 再就是漆料库房和施工场地 所用的各种电器设备呀 应采用防暴形式的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因为漆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很危险 第五个就是 大中型的客车 大型货车 在喷涂作业前应怎么样 应找一个通风良好的车线进行 但是这个通风良好 可不是说你在室外聚小 不是 严谨在室外进行烤漆作业 操作时必须佩戴防毒面罩 或者是有换气装置的这个面罩啊 第二我说油漆作业场所 不准进行电焊切割等明火作业啊 这个跟我们第一条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你不能把明火带进去 包括你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能让它产生明火 对吧 施工过程中 避免敲击摩擦 为什么 因为敲击摩擦很容易产生火花 对吧 避免产生火花 引起危险 第十个就是调合器 逆子 消极器 乙锡剂 这些化学配料和汽油 易燃物品 要分开存放 密封保存 一般情况下 对于这些危险的 一来一报的这些东西 有毒有害的这些东西 我们对于它的存放要求 一般情况下 都是分开的 你不能说我把它混在一起 要分开存放 密封保存 调期作业应在带通风净化装置的 一个密封空间里进行 这个我觉得学过建筑的同学 其实应该都知道 这是我们的喷气工 往下看就是我们动力电池车 维修安全的一个操作规程 在这里面也只是简单了解一下 因为毕竟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我们的道路运输来说 本身它设计的其实就是并不多 它这个局限性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我们道路运输 我们道路运输 其实考试的时候 它更侧重于在道路上运输的过程中 我们出现问题以后 我们怎么去解决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 安全防护的这么一个要求 安全防护的要求 维修人员必须配戴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 比如说绝缘手套 对不对 需准备防高压电工手套 以及防电池电解液酸碱性的一个手套 以及我们的绝缘胶鞋 绝缘胶垫和防护眼镜 这些东西 绝缘护剂耐压等级 必须大于需要测量的一个最高电压 看见没 这是一个要求 这个是个要求 是必须满足的 还有第四个 说它这个绝缘手套 绝缘鞋 绝缘垫 应定期送哪 当地省市县计量机构计量绝缘性能 你要去进行一个计量 说白了就是进行一个检测 对吧 计量间隔 自产品生产日期开始 每三个月是一次的 注意啊 它不是说你买来以后 而是出厂日期 产品生产日期开始 每三个月进行一次 维修工具定期送什么 当地市县计量机构 计量绝缘性能 计量间隔 自产品生产日期开始 12个月一次 看见没维修工具和我们的 绝缘鞋啊 绝缘手套这些东西啊 它们是两个 一个是三个月 对吧 一个是12个月 维修工具呢 这个时长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一点点的 第六 我说维修作业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名专职的监护人员 并且这个专职的监护人员啊 是必须设置的 注意一下 这个必须啊 应啊 可以啊 一定要注意他们这些词汇的一个区别 必须是什么 没得商量 你必须得给我设置一个这样的人员 对吧 监护人员职责是什么呢 专户工作职责是监督维修的全过程啊 比如说要负责对维修过程中的安全维修操作规程 进行一个检查呀 就是说你在维修的过程中 我这作为一个监督人员 我要检查你 你的操作规程对不对 对不对 监护人要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指挥 那维修人员在做完一个操作规程后 要告知监护人监护人要在作业流程单上做标记 说白了 我监督你 然后你按照这个流程做了 那我就给你确认 对不对 监护人及维修人员必须具备国家认可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比如说我们一个电工 他那个前面我给大家讲了 这是特殊工种对吧 还有初级以上的一个电工证 职业资格证数啊 两种情况 严谨无证进行维修操作 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监护人啊 他和维修人必须要经过什么呢 要经过考试什么考试呢 车历制造厂家混合动力及纯电动车型 新车型的一个培训 并且要通过考核 这两年我们这个混合动力啊 和电动的这个呼声还是蛮高的啊 可能有些家庭的家用的车都是这种的 往下看 看维修安全维修操作的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这个位置呢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识别高压步骤 这个识别高压步骤里面是有两个小点的 主要是因为颜色 整车乘色限速均为什么东西啊 均为高压线 看见没 反过来问你高压线 要你去分辨哪一个 整车乘色限速对吧 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包要连到哪啊 电源管理器的红色电压采样线素 注意啊 就这两个知识点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再往下就是调试高低压系统的一个注意事项 在调试这个高低压系统的时候呢 调试低压前必须断开 紧急维修的一个开关 这是低压的一个要求啊 这是低压的一个要求 那如果说是在调试高压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必须要由专职的监护人 指挥维修人员啊 装配紧急维修开关 看见没 调高和调低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调试高压必须在低压调试好的前提下进行调试 这是两个因果观想 你低压没有调试好的话 你是不可以进行高压调试的 便于判断动力电池包是否有漏电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它有漏电的情况 要及时进去 不能进行高压调试 这个都是在调试啊 调试的过程中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高低压 当然高压的时候 我们注意的事项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啊 首先第一个你低压要调试完成 第二个就是要有专职的监护人员 第三个就是要去判断一下啊 是否这个有漏电的一个情况 那安全维修注意事项啊 这是我们看第三个大项 安全维修注意事项 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在维修作业前应采用安全隔离措施 那这个都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 使用警戒来隔离 那这些都是肯定用的 我们平时生产工作中都会看得到 并树立高压这个警示牌 以警示相关人员 那避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在维修高压部分过程前 应将车身用什么呀 搭体线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知道吧 我没有给大家放图啊 连接到哪啊 连接混合动力 及纯电动车型专用维修工位的 这个接地线上啊 注意这个搭体线要连到 这个接地线上 下面呢 就是检修高压线素的时候 对拆下的任何高压配线啊 应立即用绝缘胶带啊 包扎绝缘 那这里有个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大家看一下 高压线素装配的时候 必须按照车身固定孔位 要求将线素固定好啊 这个是注意事项大家看一下 不能用手指触摸高压线素 插接架里的一个带电部分 以免出电 那这个都是个常识的东西了 对吧 另外应防止有细小的基础工具 或者是铁条接触 接插架中的一个带电部分 那这都是我们在 作业的时候注意的 如果发生异常事故和火灾的时候 操作人员应立即切断高压回路 其他人员立即使用灭火器铺救 优先使用暗氧化碳灭火器 其次使用干粉灭火器 严谨用的是什么 水积灭火器 前面我给大家讲 我说这个水积灭火器灭什么 灭固体 但是有些固体它还灭不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钠 是不是 钠与水会反应 它根本灭不了 所以说这个水积灭火器 注意一下 先使的是二氧化碳 其次使用的是干粉 严谨使用的是水积灭火器 注意一下 第八个就是维修安全操作的一个规范 必须严格按照执行 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首先再就是带电的东西 你能不能有水积的 肯定是不能的 对吧 第五个往下看 燃气车辆维修安全操作 这个主要针对燃气车辆的 那对于燃气车辆来说 维修现场通风良好 配备相应的一个消防器材 生产场地严谨烟火 那这都是一个常识性的内容 维修作业前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关闭燃气气路 全部的这个阀门 看见没 防止它泄漏 对吧 在确认燃气系统 无泄漏以后 方可进行维修 如果燃气系统泄漏 无法关断气源的时候 那我们这时候就有要求了 必须立即疏散人员隔离现场 迅速将车辆15米以内的 用电设备控制起来 关闭正在使用的电气设备 待燃气排放散尽以后 再进行作业 在排放过程中 要确保巨车15米以内 不得启动电气设备 说得白了 就是防止把它引着了 对不对 故障部位不明确 在故障车周围15米以内 无火源的情况下 可开启天然气阀 进行代压检查 故障部位确定后 应立即关闭天然气阀 在代压检查及排放天然气时 应现场必须有安全监护人 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再往下就是说 车辆如果是在进行焊接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严谨在气瓶上进行什么呀 电焊引壶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考点 严谨在气瓶上干什么 电焊引壶 车辆维修中需启动发动机 到需先确认延气系统 然后油路供给系统有没有故障 严谨油气两种燃料混合使用 高压管路和卡套接头 不准重复使用 其实这部分内容都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 都是一些规范上的内容 对不对 再就是一个储夕瓶 储夕瓶使用的规范 这里大家得看一下 首先对于储夕瓶来说 它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时候 是不准使用的 你注意是不准使用 不准使用是什么意思 有下列任何一个情况 它就必须退出到我们的使用 储夕瓶出现裂纹 那炸伤啊 古巴呀 蜃漏或者是有明显的缺陷 膨胀弯曲 证明什么样 证明它其实已经很薄弱了 对吧 外表损伤深度超过一毫米 或者多处为0.7毫米以上的时候 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储夕瓶 它里面的压力就是非常大的 那罗尔损伤 或者是严重腐蚀的时候 安全阀附件不全 损伤或者是不符合规定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对于我们的储夕瓶来说 你都不能再用了 它已经不能用了 已经作废了 再就是往下啊 除气瓶上的瓶阀 冻结的时候怎么处理 冻结的时候啊 大家注意一下 它你可以用热水给它进行焦化 但是你严谨用火去烘烤 第七个就是严谨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热源 对气瓶体进行加热 看见吧 严谨40度热源对气瓶体进行一个加热 这是我们的除气瓶 再往下看就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的一个安全操作归程 刚才是燃气的对吧 那我们危险车辆 首先第一个对于危货车辆必须在哪啊 指定的危货车辆上工位进行维修作业 因为本身啊 你这个车辆可能是并不是危险员 但是你因为你拉过危险货 你指不定之前拉过什么 对不对 不得在其他普通车辆工作进行维修作业 在进行维修作业过程当中呢 机修电工板金图锡等工艺 必须严格按照工艺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并要排除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 一番火灾 还有就是往下第六个说 危货车辆装有货物的时候 不得对其进行维修作业 第七个对危货贯托的一个修理 只能对贯体以外的部分进行维修 不得对贯体进行任何焊接和修理 这是我们第六个啊 是关于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它的一个维修安全操作规程 往下就是说 所有与毅燃毅爆装置联通的惰性气体 助燃气体的输送管道 均应设置什么样 防止毅燃毅爆物质窜入的这么一个设施 应根据火灾危险程度 及生产维修等工作的需要 经使用代位提出申请登记和审批 划定固定动火区 固定动火区以外 一律为进火区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再就是维修区要禁止使用电气焊 在毅燃毅爆区域禁止使用什么样 严谨使用电钻砂楼 这些产生火焰火花和炙热表面的一个设备 往下看看普通车辆 普通车辆蓄电池维修安全的一个操作规程 那这个蓄电池安全维修啊 我们看 首先就是装换蓄电池的时候 应采用什么 蓄电池攀担 再就是配置电解液的时候 应将硫酸轻轻加入蒸馏水中 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啊 同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我记得这个是当时我们 咱上学的时候化学上就讲过的 对不对 都不是 应该不是大学的时候学的 我记得好像高中的时候 就讲过这个东西 应该是 那蓄电池维修 装配间拥有良好的通风设备和防火设备 防止人员迁中毒以及发生火灸 充电池工作 空气要流通啊 室内要存放蓄电池处 室内及存放蓄电池处 四米烟井烟火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就给大家读一遍 没什么特别的一个要求 大家可以看啊 以上这些给大家读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车辆维修各工种的一个安全操作规程啊 这些操作规程呢 说白了 就是说我们规范要求 你在干活的时候 你必须得这样干 你这样干的同时呢 我们还有监护人 必须要看着你这样干 对不对 也就是说啊 你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 也为了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在操作规程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很多都是什么严谨啊 必须不能啊 必须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像这种题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规定啊 像这种题呢 一般情况下 不会考你太深的 它充其量 也就是说在案例背景里面 给你一点 让你进行一个纠错 对吧 但现阶段呢 我们本身最后一张 前面我们就说了 本身最后一张 并不是我们整个考试一个核心的一个考点啊 因为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真正的和我们道路运输相关的内容并不多啊 但是它是我们维持道路运输安全的一个前期条件 因为你前期工作做好了 你上路了以后啊 你在行驶的过程中 我们才能更保证安全 对不对 因此这个位置啊 大家还是要看 往下看看我们第四个内容 关于车辆维修典型设备的一个安全操作规程 那么这个安全操作规程啊 还是按照原来的一个编书套路 首先它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车辆维护设备 安全操作规程的内容 一般包括什么内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设备安全管理的一个规程 管理规程主要是对设备使用过程的维修 安全检查和检测档案管理的这些规定 第二个就是对设备安全技术的一个要求 安全技术要求是对设备正常运行技术状态 所做的一个规定 第三个就是设备操作的一个规程 大家可以看到总共是三部分 第一个总共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关于设备安全管理的 第二部分是关于设备安全技术的 第三部分是关于它的一个操作规程 管理角度技术角度和它的一个操作角度 总共三个内容 往下看 你看具体的一个操作规程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矩升机 它的养护与安全操作 但是这里面呢 其实很多东西我没有给大家写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自己回去看就行了 我们简单的对于这部分内容 咱走一遍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轮胎拆装机安全操作规程 对于这个拆卸轮胎的时候 拆卸轮胎的时候 首先我们得把这个轮胎内的充气给它放进 去掉钢圈上所有的这个牵挂 轮胎搬上拆装台时避免磕碰设备 在下踏板锁住钢圈前应确认卡盘和钢圈之间没有义务 不允许用手指探擦钢圈是否放正 你注意啊 不允许用手指啊 那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很严重 拆装轮胎前应用毛刷在轮胎那儿圈抹好润滑液 仅值使用矿物油作为润滑液 这个考点在哪呢 考点就是在后面仅值使用的这个矿物油啊 仅值使用矿物油作润滑液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考期房的一个安全操作规程啊 上下就不给大家写了 这是教台上的第五个内容 关于这个考期房 前面给大家讲 我说考期的时候 我们要在通风的房间内进行 对不对 那考期房启动前应先做预通风 通风排气体积不应少于什么样 考期房容积到四倍 那预通风结束以后才能启动加热器 考期房加热器关闭五到十分钟以后 方可关闭循环风机或者是排气风机 也就是说这个考期房在作业之前和作业之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通风啊 都要进行通风 通风 呃 作业前要进行 作业后我们同样也进行 只不过是这个要求呢 我们相对来说有些不一样 第六个是空气压缩机的一个安全操作规程 对于这个空气压缩机呢 它有一个硝烟的问题 压力表 多少时间硝烟一次 每年硝烟一次 那储蓄罐导管接头外部检查是每年一次 内部检查和水压强度试验是三年一次 并要做好详细记录 在储蓄罐上注明工作压力 下次实验日期 第四个就是这个安全阀 安全阀需每月做一次自动启动实验啊 和每六个月校状一次并加清风 十一就是每天工作结束以后要切断电源 放掉储蓄罐中的压缩空气 打开储蓄罐下边的一个排污阀 放掉气凝水和乌油啊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这是空气压缩机 往下看就是第八个 它说的是焊接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对于这个焊接设备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焊接设备作业之前 作业的时候 操作人员要佩戴安全防护服 穿绝缘鞋 戴防护面罩 这个东西都不用说了 是不是 我们平时都能看得到 第二个就是焊接设备 要完整的一个保护外壳 一二次接线住处要有安全保护罩 看见没 哪里有安全保护罩 对不对 一次线不超过五米 二次线不超过多少呀 不超过三十米 这是两个数啊 一二次接线 一次是不超过五米 二次不超过三十米 那现场的使用的电焊机呢 要有防雨防潮防晒 严谨在运行中的压力管道 装有一然一爆物品的容器 和受力构架上进行焊接和切割 这是常识性的一个知识点 本身人家里面就有一然一爆的气体 你在上面切割 那不爆怪谁呀 是不是 在容器内施焊的时候 必须采取的措施 有容器上必须有进出风口 并设置通风设备 再就是容器内的照明电压 不得超过十二幅 焊接时必须有人在场监护 严谨在已喷涂过油机 或者是塑料容器内进行焊接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产生火花 所以说对于一些有毒有害的 一然一爆的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尤为注意 第八个就是高货焊接或者是切割的时候 必须挂好安全带 戴好安全帽 焊接周围和下方应采取防火措施 并有专人进行一个监控 那焊接预热焊件的时候 应设档板隔离焊件 发出的一个辐射热 再就是湿焊现场的10米范围内 不得堆放燃气瓶 以缺发生器 木材这些燃物 作业以后呢 我们要及时清理场地啊 灭绝火种啊 这些东西啊 简单大家自己读一下就可以了 往下走看我们的第九个 叫固定砂轮机的一个安全操作规程 那这个固定砂轮机呢 我说一下啊 对于固定砂轮机来说 首先什么时候的严谨使用呢 工作前我们肯定要对它检查的 如果说你发现这个砂轮机 它有裂口或者是缺口的情况下 我们是严谨使用的啊 再就是它的一个工作面的一个高度 要和砂轮中心高度相同 或者是略高一点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拧紧罗帽的时候 要用专用的扳手 不能拧得太紧 严谨用硬的东西锤锹 防止砂轮受机碎裂 这个东西啊 大家自己回去读一下就好了 剩下的内容呢 我不想给大家去躲了 还什么开车前先通风 后开砂轮啊 这个流程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像这些操作规程啊 还是那句话 相对于这种操作规程呢 它就是一些规范性的内容 你自己回去读 然后结合你平时工作的时候 你认识到的这些内容 我觉得很好 很好理解 咱们道路运输安全里面的这些规程啊 我觉得说实在的 要比我们那些化工啊 还有我们的矿山呢 那些东西真的是简单很多啊 我觉得简单很多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这个车辆维修和车辆道路运输啊 它更贴近于我们的生活 对不对 只要你是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只要你会开车啊 只要你从事相关工作的 那基本多多少少 其实你们都能见过 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道路运输的这个学习呢 轻松肯定是要比其他科目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轻松的啊 可能是因为我教这个 所以觉得它好学 但是自己啊 一定要把这个意识提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既然考试了啊 选择去考这个专业 选择去看这个书了 那我们就一定要认认真真 扎扎实实的 你说这个时间啊 其实真的是不等人的 我们一键马上就要开考了 一键结束以后 就是我们的造价 造价完消防 消防完了就是我们的安全 紧跟其后啊 其实时间呢 并没有多少 更逢方 今年呢 咱们这个教材出的又晚 尤其咱们这个道路运输啊 它比较特殊 它这个出版社不一样 然后习题册呀 什么的也没有 本身资料就很少 所以说它比较特殊 那各位同学 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这是我们第八章当中 第一节的所有内容啊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同学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